战狼腿了 中共回应这期声明罕见放软 董红背部惨状曝光 船抖出中南海重磅内幕 美欧17年飞机站停火 共抗中共 28架中共军机扰台破级录 美航母南海操演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1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这期领导人峰会公报毫无意外地公开针对中共 标志着这些国家正转向集体行动 反击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中国定位一个全球领导者的战略 中共高层对此采取了低调 降级哄应的方式 仅由中共驻英国使馆发声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并自称讲原则有底线 不过评论认为 中共高层实际不得不从所谓的底线后退 6月14日是端午节 中共外交部没有安排新闻发布会 按理中共党没此时应该充当外交部的角色 代表中共高层发声 然而 新华社 人民日报和中共军网 都没有转载中共驻英使馆的声明 只有《环球时报》照搬了声明 6月14日 新华社先报道 团结表象下七国集团面核心不齐 之后又报道多国媒体和人士认为七国集团峰会不达标 这两篇文章仍然试图分化西方各国 间接贬低日期峰会的作用 但姿势之中没有公开正面替中共高层发声 人民日报和中共军网干脆没有日期峰会的报道 评论认为 中共高层改变了以往高调战狼回应的做法 估计一方面试图降低负面影响 争取让更多中国人蒙在鼓里 另一方面很可能陷入了进退两难 担心高调回应会导致进一步的僵局 中共明知面对的不是小圈子 外部实力对比悬殊 内部质疑不断 中共高层也只好暂时放软了 也许中共还想观察北约峰会和美俄峰会的进展 然后再评估如何回应 不过 相对于过去几个月的持续对外高调和强硬 这一次的放软应该是少见的一幕 中共高层估计尝到了对美国挑衅和对欧盟报复性制裁的更大苦果 再演战狼确实也没有底气了 新华社大力报道习近平和端午节 湖北实验燃气爆炸事故等 还破天荒地连发四篇广东疫情报道 同时也少见的报道 黄淮 江淮 强江雨 今夜打鼎盛 北方高温暂时退场 但更多报道天气情况 继续忽略洪捞灾害的风险 人民日报则重炒三星堆的旧闻 相比之下 二级党媒环球时报 不但转载了中共驻英国使馆的声明 还发表文章G7公报造势 中国人不识这一套 透露G7领导人公报公开点名中国 并且提及新疆 香港和台湾问题 反对强迫劳动 反对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形状 文章称 这是西方国家最系统指责中共的一次峰会 并称 无需再对美国抱有幻想 但一定要把其他国家与美国区别对待 中共一定更有能力引到最后 时间会拖垮美国 不用去推它 办它 美国自己就将跌交 有评论认为 靠时间等美国自己跌交的说法 透露了中共的无奈 中共对外早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战狼外交不过是极度缺乏底气的装傻充愣而已 被视为王岐山大管家的前中共中央巡视组副组长董红 在今年4月被逮捕 因受贿罪于禁忌被起诉 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爆料 董红在被中共中央组审讯期间遭到折磨虐待 不仅仰天大哭 私生高喊 早就知道有今天 还抖出了中共高层贪腐的大量重磅内幕 写下中南海高层贪腐情况的纸张高达数千页 郭文贵13日直播透露 过去他和董红有很多来往 其实他对董红的印象不错 认为董红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董红甚至还救了他几个被抓的朋友 而面对这些人的感谢 董红尽直率回应 我没有救你 你本来就没事 只是这个体制让你给碰上了 自认倒霉吧 董红对王岐山绝对忠诚 是王岐山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 在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 董红是王岐山的得力助手 但最近被捕下狱后 处境相当凄惨 顾文贵透露 一名参与董红案调查的中共内部战友 最近给他讲述了 董红被中共审问期间遭受的身心虐待 是其精神完全崩溃 一度想自杀 什么事情都愿意交代 情绪几乎快控制不住 中共专案组一开始审问董红时 给董红明确划下红线 可以谈自身腐败情况 但不能提起习近平 王岐山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当时董红提问 是现任常委不能谈 还是以卸任常委不能谈 中共专案组回应 过去现在的常委都不能谈 也就是连江泽民 贾庆林 张德江等以卸任常委都不能谈 董红便说 那我就没啥谈的了 你们所认为我的所有的经济犯罪 什么生活腐化 我都认 我交代 后来中共专案组换了另一批人来审问 要求董红只准交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以上的腐败情况 且现任 卸任的都得谈 结果董红写下来的纸张高达数千页 把许多中南海高层的贪腐情况都交代了 后来董红带着脚料移送司法机关 中共专案组人员还问董红 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出去吗 董红当场仰天痛哭 四声高喊 不过郭文贵指出 虽然董红哭了大半天 中共专案组照样把董红移送司法机关 接着移送之有天下第一监狱之称的北京秦城监狱继续关押 目前董红还在秦城监狱四道而去关押着 美国拜登政府与欧盟15日同意就长达17年的 空中巴士波音公司达成协议 这是拜登政府在缓解与欧盟的贸易紧张关系方面 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 拜登还表示 与北约和欧盟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关系 完全符合美利坚和中国的利益 拜登15日在布鲁塞尔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会面时 正式敲定由欧美官员马拉松市协商后达成的停货 范德莱恩表示 这次峰会为这场长年争端实现了突破 他说 这真的为我们的关系开启新篇章 因为我们就有飞机补贴问题 从诉讼转向合作 拜登与范德莱恩3月已暂停空吧 波音补贴争执所衍生的报复性关税 这些惩罚措施针对的产品包括欧洲的乳酪 葡萄酒和美国烟等 欧盟表示 这次停火将以5年为期 让美欧双方在考量中国航空产业能力增强的因素时 有时间解决彼此争议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也参与了本次峰会 他说 我们终于团结起来对抗共同威胁 而非与最亲近的盟友之一对战 戴琪虽然没有点名 但他说的这个共同的威胁应该指的就是中国 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 中国在追求国家崛起的道路变得日益强势 让美国 欧盟和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受到了中国的威胁 拜登预计在欧盟总部停留两小时 此前他刚参与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 明天又将前往瑞士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欧洲方面也试图消除一系列贸易争执 借此确立欧美关系进入更友善的阶段 并联手因应其他问题 包括对大型科技企业设限 共同面对俄罗斯等 但欧美仍有一项争执稍未解决 那就是川普2018年对欧洲和其他亲近伙伴所寄出的 25%钢品关税和10%铝制品关税 欧盟对此对价值28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寄出反制关税 包括波旁威士忌 牛仔裤 哈雷汽车等产品都入列 另外 在法国率领数个欧盟国家对谷歌 脸书等企业 科征特别税费后 川普也跟欧盟为了大型科技公司平台科税问题起争执 当时华府寄出一波关税来反制 但拜登已予以冻结 目前 双方正等着就如何就此达成一项全球协议 6月15日 台湾政府表示 28架中共军机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入侵 飞入台空域的中共军机包括 14架新16战机 6架新11战机 4架轰6轰炸机 2架空警500预警机 1架运8反潜机 及1架运8电子干扰机 同一天 美军连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在南海空中操演 中共军机是在15日午时48分起 由台海中线以南空域进入西南空域防空识别区 部分军机由西南空域绕飞至东南空域后折返 台湾防卫部门期间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广播驱离 防空导弹追踪监视 路透社报道 这次规模空前的军机绕台是在G7峰会发布联合声明之后发生的 G7公报就一系列人权迫害、香港自治、疫情溯源等问题针对中共 并强调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而中共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这是台湾去年定期报告中 中共空军军机入侵以来最大的每日记录 打破了此前4月12日报告的25架飞机的记录 中共国防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从6月4日起 中共10天内没有在台海出动军机 但很快又回到了不断挑衅的模式 在G7会议期间蠢蠢欲动 台湾国防部6月14日通报 中共的一架运巴反潜机再次骚扰台湾防空识别区 打破了10天来的瓶颈 15日美军发布系列照片 第七舰队雷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天还没亮已抵达南海展开空中操演 出动包括FA-18战机 E-2D阴眼空中预警机 MH-60海音直升机 共军15日较大动作侵扰 军事专家王真明发文解读原因之一 可能是雷根号航空母舰 就在台湾西南方一带活动 另一个原因 或是台湾空军作战指挥部 有人确诊而紧急封闭 改由北 南 东 三个备员指挥中心接受 中共可能想观察现况监控指挥能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